20万点券换个老板101 我觉得挺值的 众所周知 老板101已经确定返场 官方也是提前透露玩法 并且明确表态仅此一次 以后百分百是绝版皮肤 活动就是之前网传的至尊秘宝 而参与方式其实就是之前的累冲 不同的是 988累冲最终奖励 换成了幸运奖券 而幸运奖券可以用来瓜分老板101 什么意思呢 当你累冲获得一张幸运奖券后 会获得一个随机的七位数号码 可以等2月23号10点活动开奖 届时就能判断自己有没有中 而该玩法一个号码总共有5次中奖机会 从莫位数2到6都有一次机会 举个例子 如果你手上的号码是1004744 23号当天开展莫两位数号码是41 你并没有中 但莫三位是744 此身体手里的号码就中了 就能获得一套老板101 值得一起试 每个人可以累积获得20张奖券 也就是说 如果你累冲20万点券 就可以获得20张奖券 由于每张奖券都有5次机会 此身体手上就有了100次中奖机会 但最致命的来了 由于这次老板101返场 只有19.2万套 而且即便你手握100分中奖机会 也仍旧无法保证百分百能拿到 那我为什么开头说 20万点券换个老板101挺值呢 因为累冲活动 说白了就是提前消费 如果你往后还要课金 那么此次提前充值还是挺划算的 毕竟后续还有64款套中要返场 当然也没必要冲20万点券 988就能拿一张奖券 大胆点 说不定一张点券就中了呢 我们来说死亡 完全没必要冲呢 还能没有冲20万点券就中了